MING PAO TORON MING PAO TORON 感受嗎? 沒想過要搞不好 12點多左右 搞到5點 5點多中 沒想過,沒想過這麼緊湊 很真心 一開始有緊張 會不會有些奇怪事發生 可怕有人搞事 之前有發生這麼多事 都很令人擔心 特別令人擔心贊助 會不會任陣退縮 發生太多事 至少到最後都很圓滿結束 比較遺憾的就是 沒辦法在我想去的頻道 這就是最令人遺憾 我想令更多人知道 到底高達界發生什麼事 還要找機會 沒辦法 好玩的 好玩 有啊 梅菲哥Carry 不要帶我歌帽 你說辛苦嗎? 因為一直下 因為兩分鐘都沒有 直下 怎麼都一定會有些辛苦 因為其實都要很集中 我都有一些油雲 對,我有油雲的動作 但剛剛去到決賽 運 你又回來了 到她又不知去了哪 我又不知為何事 幸好是中段你油了雲 我還在這裡 到後面就當我油了雲 搞不掉 那不要緊 所以為何Caster要兩人呢? 對 幸好 如果一人問我 如果一人搞不掉 應該已經爆炸了 我自己一個搞不掉 大概是這樣 手啊? 我啊 我真的最喜歡 我真的喜歡Win Winner 雖然她最後也是搞不掉 因為熊渣真的不容易 可以玩到這樣的樣子 我喜歡打得很有teamwork的隊伍 可以把那種不太行的機 打得好像一部神機 不是每個都做得到的 計單體能力的話 為何我不太喜歡看來看去 某些組合 就是因為如果是那些的話 有時候的teamwork很難看到出來 但如果看剛才的 例如你熊渣再加reborn 你就要看到其實他們怎樣齊上齊下 怎樣去溝通 又或者中間其實例如 天使高達的Louise 怎樣打不同的機體 有不同的打法 類似雙頭龍那些 都是比較難操控的機體 怎樣前打後 那些令到我印象深刻 我最喜歡看一些有對策的東西 如果真的要選擇 可能是新郎洲的隊伍 因為 會對超高情有獨鍾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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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 新郎洲在這部 這個版本不是比較厲害的3000機 但我覺得她也用得不錯 把聖靈派分出來之餘 有幾棵令到我刮 刮目雙胸 又不可以用刮目雙胸 即是有些... 猜不到 猜不到可以用這個環格走路 猜不到新郎洲 是一個石頭三會速過來 石頭三會速走路 不得了 這位厲害了 這位新郎洲 teamwork 三個字回應了這個問題 不就是她自己去找... 刮目雙胸 刮目雙胸 這三個字這麼熟 好像達過一樣 不好意思 我本人也是刮目雙胸 我Fever的頭髮名也是刮目雙胸 都是我口頭善免 你自己去問她 一向跟她聲聲聲聲聲 雖然不會帶碗頭籃 不過她去找我做Cosplay那些 就麻煩你不要了 你找她玩吧 你找她來玩 不要找我 她的... 你應該跟她接觸比較多 不關我的事 就不要把她的東西 或者她的人格 反問我 是你跟她的事 我不知道 神經病 你跟她的事 我也不知道 怎麼知道 弄了那條鬼片出來 關我什麼事 不好意思 不是太想跟她 在那一方面扯上關係 謝謝 完 好的 聲音